今天很開心 我們又繼續上次邀請Charles和Edward來討論一些平面再加一些聲影的創意分享 我們繼續吧 今天要再談多些事情 Charles好像有很多問題 問題青年 很好奇 除了我們這些特別喜歡 就由Charles 把你的問題提出 也可以分享一下 尤其近期流行品牌設計 很多時客人 無論是零售商或廠商 大家都覺得品牌挺抽象 看創作也是抽象 我們作為品牌的一個顧問 都遇到很大的挑戰 就是怎樣將這些那麼博大精深 抽象 或者是那麼形異上 或者是更加一個大觀念 好像傳導人告訴別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除了作為一個專業 裏面有很多知識 很多步驟 很多技術和分享 但是很老實 投資者多數都很務實 就是 喂 品牌有甚麼用 品牌實力是甚麼來的 怎樣計算成果 早期會遇到這些很大的障礙 有理說不清 心中有很大的理念 很大的想法 但是每次好像都有問題 少年問題 中年問題 就是包著你一下 但是久而久之 現在這個認受性高力 尤其去到國內 根本都不用問你是品牌是甚麼 要知道是品牌是甚麼 反而扔回槍 坐下這些企業家 你可以為我的品牌做些甚麼 哇 立即已經是火花過來 很闊 很闊 就不是說香港現在還有品牌是甚麼來的 是怎樣做 比較低級的 國內已經說 我們已經是走過品牌 知道了多少年了 我們上升級 找香港的品牌顧問 你可以怎樣幫你做 如果是家事業 你就要馬上要很大的吞吐量 關於那些知識去分享 所以品牌其實是一個知識庫 這個知識庫是戰略層面 就是怎樣可以幫到客人增值或者創價 其實原來是創意產業的一個重要一環 不過很可惜 香港政府也好 或者是民創產業或者創意產業 無論是大中華的國內 或者是台灣或者是香港 大家都未將品牌作為一個創意的產值 去投入行政策 這個我也很可惜 有一個提案說香港的餐飲業 其實香港的餐飲文化很有創意 還有一個很龐大的產業 裡面由廚師到餐廳設計 都有很多古靈性的想法 但是創意產業裡面也沒有容納它 這個我也覺得很可惜 品牌其實I'm Granted 現在《無力中國》或者香港 都開始了解了深了 還有不需要再去到一個低層面 解釋一下是什麼品牌 而是大家開球好像下棋 已經懂得下棋了 喂 立即開球了 那就有對手了 那就好玩了 好玩的意思呢 它會集中在創意策略 或者執行 怎樣幫它開拓這個事業 或者是面對一些轉型或者轉變 其實總而言之 所以現在我們說 As a change agent 轉變的一個代理 我們協助客人 無論是舊裝換新衣服 又或者是廠商開拓內銷市場 又或者是策略聯盟 或者是收購合併 都是在在面臨轉變 而是我們現在都在一個更深的層次 所以品牌協助轉變 帶來新的產品 嗯 我也想問一下 有時候有些品牌 本身可能它的logo 或者名字 建立了一段時間 但是當某些情況 發現 經營不太成功 需要去做一個rebranding 再建立 我也接觸過 有些客人 我們有些建議給他們 可能你的logo 要稍微轉一點 但是他們會表現到很抗拒 那這些情況 你會怎樣做呢 多的事 因為你叫Bass 突然叫Mary 你都很抗拒 你突然叫Mary 怎麼鬼 因為這牽涉到 一個名稱 也好 一個標誌 或者我們說 都是一個識別的回介 但是呢 其實代表有些含意 有些內涵 或者有些意義在這裏 除非那個意義 或者那個身份 面臨一些新的角色 他接立新的角色 他才面臨轉變 比如這個 Bassie 你記得分別嗎 我不告訴你 哈哈 撞不到 撞不到 通常一個少女 突然叫Bassie 突然叫你劉太 你覺得有點怪 明天就 然後叫劉太 很不同 但是因為 那個角色轉變 就是通過分禮 向別人 Make a statement Bull statement 大家見證了 亦都有新家庭 很多東西轉變了 有個實體 有個新家庭 雙方家長 有溝通 背後的 staff 代表一個機構 有溝通 融合在一起 好了 到分禮裡面 在台上 Make a statement 大家就 Chairs 認同了 一個品牌的規劃 或者轉變 就需要這些過程 否則 如果純粹說 那個Logo 我覺得你老 那個Logo 不好看 現在不流行 那個是matter of aesthetic 即是美金 即是挺轉觀的 但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Logo 今天表達不到 你從少女轉做 來看的身份 你應該轉變成是mature 或者更加elegance 或者是有一個 哇 嫁了一個富裕人家 那個名稱就不同了 所以 一定要觸及到 轉變的因由 和轉變的未來方向 和轉變之間的身份轉移 帶來什麼訊息 由這裡去切入 才去判斷Logo 或者名稱 是否正確 是容易的 是試判功能 否則都頗困難 你要抹掉我的名字 尤其是中國人都很信奉 信奉 風水 喂 我現在的時 靠這些名字 很棒的 無緣無故要我改 不改 又或者 又不是 這個Logo 就說耶 那個圖給我 又不改 他只有千八種 你又不改 但當我告訴你 你的業務競爭不同了 需要轉變的時候 你又需要有一個新的身份 他就覺得說得通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新的一門學問 對 對 你說心得為一錢就行 這個都涉及很多分析能力 和一些判斷 是的 真的的確 你隨便的人改變一些東西 是相當困難 相當困難 但是如果你有背景資料 都有一個策略的意義 還有轉變身份 帶來新的內涵 讓他帶來新的產值 或者新的競爭力 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願望 就容易很多 嗯 其實好像我們新公司 其實成立了兩年多 都在這製造自己的品牌 其實自己公司的品牌 其實都很困難 幾個學問 因為其實自己都第一次開一間公司 其實很多事情都在做一個學習 其實怎樣去令自己公司 有一個在別人的印象 怎樣有一個good image 或者一個reputation 其實不斷還在努力 現在很好 真的不夠 所以現在還在練 怎樣去留意 例如說怎樣去令自己公司的品牌上 的印象 會更好 因為其實始終都是第一次做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樣去approach 或者怎樣去應對 才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去令公司的品牌 對客人來說 覺得這個公司OK 好 這件事真的有一個心 因為不是很心學問 其實是很心學問 你猜群應該是不同年齡 其實我們現在的看法 可能由10 20歲左右 如果是負擔能力 20歲到四、五十歲都有 就是我們那個range 當然可能最活躍的一批 就是20到30 我的range 會比較最活躍的 男士會多於女士 暫時是 但是我們也會繼續 除了男士 對男士之外 也會開始照顧女士 因為其實日本來說 都是有男有女 就是那個下層 只不過男士 可能自己是男士 所以開頭做一批會比較 先優待那些男士 但是接下來我們也會開始 或者嘗試 向一些女性觀眾 喜歡的artist 去試一下可不可以有機會帶他們來香港 我又有興趣想要解一下 在日本的animation 有沒有一些品牌的角色和性格都很突出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我想知道 在日本的品牌 怎麼說呢 animation 有什麼品牌 如果是動畫 其實每一季都會轉 每一季都有很多套 有幾十套 甚至乎接近100套的animation 會在各個電視台上 新的animation 新的 一季一季 一季裡面有幾十套 至一百套 但是其實他來到香港 都是要好一段時間 還不會很即時的 相對地來香港 可能只有十套八套 那季裡面 當然還有一些 比較有名氣的電視台 才會去買回來 所以其實看到的是很少 但是當然慶幸 不是慶幸的 因為現在很多channel可以看到 很多小朋友 年輕人可以在網上 自己買碟 很多原因 可以看到一些最新的動畫 其實品牌來說 他們的品牌反而會是 比如誰去做製作人 比如誰寫劇本 誰做導演 誰去畫那個character 這些反而是動畫方面的品牌 或者是有一個故事 這個編劇每一次的故事都很出人意表 大家下次就會 這套新的動畫是這個作家寫的 大家就會注意多了 或者畫師 我喜歡這個畫師 例如是喜歡龍珠的 我喜歡鳥三明的 如果下次有鳥三明的新作 我又會先去買 去留意看 我想動畫都有品牌 不過就會在那個班底裡面 甚至乎日本配音源 日本叫聲優 都是一個品牌 例如我的主角是哪位 哪位聲優去配的話 我一定捧場了 不能走 我不管其他東西 其他多爛也好 我都會捧場 因為我只聽過一聲 這些都會是動畫方面的品牌 但是香港是否做不到日本的歌手 不是的 那是聲優 那些 聲優也好 其實始終不同 日本來說 其實所謂聲優 他們不只是配音 簡單 他們有很多其他工作 可以唱歌 可以做電台主持 可以host 可以演戲 甚至乎 但是香港就真的變成一個 暫時來說 都還是一個工作成績 他真是配音的人 嗯 他真是為了套件 他很喜歡產業 周邊這麼多 其實在日本 他們配音 或者聲優 其實都是一個藝人 嗯 只不過問題是 他可能喜歡用聲音 去表現自己 可能 但是漸漸 可能公司覺得你可以唱歌 或者想唱歌 那就嘗試一下 他做得主持 其實他們有很多不同發展的路途 有些是很出名 很成功的 聲優也不有的 嗯 香港其實都有 我留意到有些卡通片 你其實來來去去 可能都是那些 可能在叮噹裡面 林山最出名的 是呀 林山 小生 都會是那幾個 是認得的 由我以前 比如小學開始看卡通片 到現在播放 那都會是那些 配音人去配音的 但唯一雜是可惜一點的 就是發展始終仍是 一個配音的為主 是 就是不會有其他 更加多的用作機會 所以日本這方面 就真的 剛才做了一部 對 可能是唱歌 做其他事情 很多工作機會 我本來都不知道 最近看一本漫畫 爆漫 是 它裏面說到畫漫畫 和做配音 就是發展在日本 原來這麼多元化 是 因為香港我只看到一把聲音 背後的人 都不經常看到 其實配音現在 近年比往年 是更多機會發展 其實現在 以前可能 純粹是為了配音而入行 很多配音而入行 就是配音而入行 但是漸漸最近 大家會覺得 配音其實是一個 跳擺 或者其實是一個 其中一份工作 我進來做配音之餘 其實我打算做歌手 是 甚至會做文電台主持 其實是另一個 但這件事 香港還沒有 我想看來比較困難 將來不敢說 但暫時 我想短期內 都比較困難 在電視台的制度下 或者是 大家 都不覺得做配音員 會有其他的出路 那裡的出路 是 譬如你之前說 設計師限制有一個反習 有時候你這樣 你不是只是設計 你平面 室內 品牌 你全部都有 一樣是等於多元化 不是一個很小的市場 變得寬 很多 過去設計 就被介定為一個 有限度的創作 譬如分類類型 平面 室內設計 然後就強在執行 因為做了之後 可能平面要做稿 制稿的過程 室內設計 要畫立圖等等 但品牌呢 就將這個流程作業 向前推 就將策略 策劃 甚至乎是創意的 一些總方向 就是來定清楚 先 再決定用什麼的品種 或者什麼的類型 去做演繹 品牌是一個比較 Holistic 全方位的概念 是 它綜合各種設計的類型 最多是演繹 比較抽象 或者理想的訊息 品牌也是一個策略的觀點 目的呢 就是將 無論是一個牌子 或者是標識 或者是那個 Big Idea 怎樣通過 通過資源的運用 資源呢 除了所說的 平面 室內設計 店舖 作為一個 做一個系統的規劃 過去呢 平面還平面 室內設計 有些客人 找來A加 找來B加去做 但是呢 很辛苦 因為那個Tone and Manor 那個整體的調子 整體的訊息 的東西呢 都支離破碎 但是品牌呢 就是統一司令部 就是將它呢 就有一個系統的連接在圓 讓所有的傳播途徑呢 包括剛才所說的 平面設計產品之外呢 還有就是 那個訊息的傳播呢 都有一個統一的基調 還有一個性格 或者風格出來 那品牌也都涉及一個 一個產值的競爭力 設計呢 往往埋執行製作員的書 它不需要知道結果 但品牌呢 是需要量度 或者是照顧買 出了去之後呢 那個是標準的知名度 忠誠度 或者其他的一些 我們說 attachment 包括emotion 等等 所以品牌 是有趣 和複雜的多 但是 它是一個facillitation的過程 多於只是一個process 即是執行 或是 execution 的過程 常時 1 前時 1 1 1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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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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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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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